原标题 在长期的战争中 他们靠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战术 赢得了些声誉 主要不是战斗中得来了 而是自己媒体 以及外界媒体吹出来的 那只越南人自画自想 倒真的相信起来了 信心满满地以为 真的成为排名苏美之后的 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了 于是越南一股人的狂妄自大 越演越烈 用挑衅的眼光 不断寻找新对象 终于 那个长期支援 他们的中国成为新的目标 一时间 越南国内还出现 一个越南兵 能挡败至少五个中国兵的言论 充斥大街小巷 中运战争中 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曲纹 以此 我军一支侦察小队 与一股越南特攻侠鹿相逢 双方对峙时 一位越南特攻突然嚣张地探出身子 高 声用中国话喊道 中国侦察兵 咱们换换花量较量较量 都不用武器 我一个人打你们三个人 你们要是打败我就算你们赢 面对如此猖狂的挑衅 我方战士没有留情 一个精准点射 让这个家伙永远闭上嘴 且不说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 就算我方战士真的愿意取回回 保不准正宗这些家伙暗算 不过 越军这种猖狂的大话听得多 也难免让一些读者产生疑问 我军战士徒手格斗真的打不过越军吗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专家解答 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就能给出答案 我军战士徒手格斗